刚来美国那会儿经常看到那个某一个建筑物上写了一个tobacco free facility 当时还纳闷 咦 在美国还有免费的烟战吗 什么什么free 意思就是说不允许有这个东西 比方说smoking free 不允许吸烟 或者说还有什么free来着 反正你以后看到有什么牌子写的什么什么free 就说在这地方禁止怎么怎么样 禁止吸烟的意思 不是说这玩意免费 刚去密歇根的时候 对那边下雪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认识 有些轻敌 买车的第一年 有一年上课 我把车趴在那个路边就上课去了 然后等下了课三个小时以后出来一看漫天大雪 整个那条街上所有车已经都被雪给埋入了 然后你就得一辆车一辆车的刨去看哪辆车是你的 后来发现人家都记着自己的车停在第几棵树那 或者说有什么标记 就我傻不愣愣地往街上一扔就走了 然后别人都有那种扫血的铲子 或者说那种大条说 我没有 所以没办法几个同学帮着我 一辆车一辆车的刨 最后把我的车 好像刨了有四五辆 最后才把我的车找着 刚来密歇根的时候 那会儿有一次跟一帮本科生在一起玩 他们读预科的时候 然后有一些同学 就是属于那个从沙达阿拉伯那边过来的 然后有一次跟他们一起开party 大家在那个party上喝酒 然后这帮孩子就不敢喝酒 然后有一哥们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反正给他们一瓶这个果酒 然后每个人喝了那瓶小口说 这个还行 结果一看瓶子上写着 那上的也有酒精含量 结果这三个CM3道在那个水槽那吐 完了以后还一本正经的 以什么什么某个什么什么协会的名义 给我们发那种警告信 说以后不许再干这种事了 结果没过两天 有一天这个路过学生宿舍 看到给我们发警告信的那哥们 自己偷偷从后备箱里头 弄了一打子 那个好像百威啤酒 还是反正蓝颜色的 这种赖的吧 好像是偷偷搬上楼了 所以你就看这帮人吧 道貌岸然 印度的同性恋特别多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还被一个印度同性恋骚扰过 有一次啊 他那个就是我们orientation的时候 这个留学生 然后呢 一个印度人就老碰我的胳膊 然后还动不动 就跟边上其他印度人说 我终于碰到中国人的胳膊了 当时我觉得家伙是没什么见识 然后呢 有一次他问我一个问题 我说来 你在这个电脑上 我们来一起解决一下 就是他问我中国相关文化的东西 我说我在那个网上找给你看 我就在那块键盘上啪啪敲 然后他就接着在那 用他那黑胳膊蹭我胳膊 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烦 我就说你们是 你是不是同性恋 然后他点点头 我当时一把给他推开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 我是同性恋 你就在那蹭我 他说你们中国人不同性恋好多吗 我说为什么中国同性恋多 他说你看你们好多中国女孩 在大街上手拉着手一起走 我告诉你 在美国也有好多中国女生 俩人在一起弄着闺蜜那种 然后打个伞 然后牵着手一起走 所以给好多老外的印象 中国人同性恋多 我求求你们了 以后千万别 出了国以后就别牵手了 好吧 这故事也是跟orientation有关的 就是所有的这个留学生 第一年入学的时候 都有一个学校带领大家 去熟悉校园的这么一个东西 叫这个指南 orientation 然后呢 在这个orientation上认识一个西藏人 我当时还挺亲切的 因为我是四川人 西藏在我们边上还挺亲切的 当时觉得他扮老乡了 而且我从小就在西藏军区的那种学校里 所以有好多朋友都是西藏人 我对藏民特别特别有感情 就那哥们对我爱答不理 我说什么 他就是我说十句话 他可能嗯两句 然后不理我了 后来我发现 这个办手续的时候 他拿出一本印度护照来 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知道 不知道我也不解释了 要不然解释多了 这视频你们就看不见了 就是还是那种中式的思维 所以有的时候跟朋友出去吃饭 老抢结账 然后如果你要遇到那种爱谈便宜的美国人 你结账了以后他乐不得了 然后跟你假客气两句 他不跟你推 你说你结账 他说I sure 我当然说我 sure了 他说OK 他就让我结了 但是遇到那种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正道的吧 一般他都会一本正经的跟我说 You don't own me anything 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就是说你不用 你不欠我任何东西 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我一看那么一本正经的 那就算了吧 所以后来慢慢就入乡随俗了 以后跟朋友出去吃饭 大的方方就是A制 千万A制不要觉得什么 不好意思 刚来美国的时候 对他们这边的消防演习 还没有思想上足够的重视 我曾经跟一个韩国女孩 谈过几个小时的恋爱 那天正好在她的宿舍 然后第二天正好 她那块有防火演习 防火演练 特早 她那个防火的警铃就开始响 但是我们都不愿意动 就赖在被窝里头睡觉 这时候就开始有人在那 开我们宿舍那门了 我当时还以为是桌奸的来了 结果人家开开门一看 说你是个警察 说现在立刻马上下楼去 因为在美国 如果要是在任何的 就是说集体的那种 像宿舍公寓什么的 只要防火灵一想 无论你在干什么 必须所有人马上出去 不是说你觉得无所谓就出去了 所有人必须马上出去 如果你不出去的话就有问题 当时我还挺害怕的 他还把我的什么 所有信息都记起来了 我当时还害怕 会不会给我遣返回国 然后其实后来 还只是批评教育了两下 包括这个经常来 也就是说 中国留学生经常也干这种事 就是说在集体宿舍 有的时候炒菜 因为所有的这个kitchen 就是这个厨房上 都有那种探测器探烟的 经常一炒菜就把那弄响 结果弄得整楼 所有人全都得出去 所以好多人一看 是不是又每次 尤其集体宿舍 经常听他们说 是不是又是中国人炒菜 给我们那弄响了 所以经常发生 如果你来留学的话 你有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